大家好,我是阿健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大家好,我是阿健 最近有粉丝朋友们留言 要我多分享几道好吃下饭的家常菜 今天就到菜市场买了一把长豆角 分享一道肉末炒豆角的做法 首先我们将长豆角 给它摘去两头 全部挑好之后 放到清水里面 给它清洗干净 然后捞出来控干水分 然后放置案板上 将豆角切成小丁丁 切好之后 给它装入盘中 接下来准备小块瘦肉 先给它切片 然后再切成小丁 最后我们再用刀 给它剁一下 剁成肉末 再给它翻个面 多剁一下 剁成这种稍微有颗粒感的 肉末就可以 剁好之后 给它装入小碗里面 接下来我们来腌制一下 加点毛毛盐 来点料酒去腥 一点点的生抽提味 来点老抽给它上色 再来一丢丢的蚝油提鲜 然后用筷子 给它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 给它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来切点配料 一块生姜 先给它切片 然后切丝 最后切成末 葱白 蒜子 也给它切成末 切好之后 给它装入盘子里面 食材备起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喷热 锅中倒入多点的水 开大火给它烧开 水开之后 往里面滴几地食用油 这样焯出来的豆角 翠绿不变色 开锅给它煮一会儿 煮至淡身 然后用漏勺将它捞出来 控干水分 捞出来 直接给它放到凉水里面 这样豆角 不会泛黄 将锅给它烧热 热锅凉油 炒菜 才不会粘锅 油了 油了以后 再将油 给它倒掉 然后继续 往里面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有条件的朋友 可以往里面 下入一小勺猪油 这样炒出的菜会更香 这样炒出的菜会更香 开到小火 然后下入肉末 将肉末炒散 炒至变色 我们在炒瘦肉的时候 油温一定不能太高 油的话 适量也多一点 要不然炒出来 容易发柴 接着我们下入葱姜蒜 开中火 给它煸香 然后再把焯水的豆角 给它倒入锅中 开大火 给它翻炒几下 炒出豆角的锅器 然后往里面 加入少量的水 这样我们盛菜的时候 有点汤汁 更加的下饭 接着来我们简单的调味 往里面下入一小勺盐 来点白糖提鲜 少量的精心提味 继续开大火 给它翻炒 均匀 然后继续翻炒均匀 继续翻炒均匀 像这样 我们肉末炒豆角就做好了 将火关掉 出锅装盘 即可开吃 一道家常美味的肉末炒豆角 就制作完成了 喜欢的朋友 可以按照我这个方法试一下 特别的好吃 下饭 如果喜欢吃辣的朋友 也可以往里面加点辣椒 吃这道肉末豆角 一定要用勺子咬着吃 这样才过瘾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 可以按照我这个方法试一下 特别的开胃下饭 然后再开小火 让我们能够好 然后再试一下 和煮下饭 炒红炒 感谢观看